每天走路半小时可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 尤其老年人能够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新竹县卫生局就举办竹县爱运动抽奖活动 鼓励民众越走20万步 学生越跑32公里 长辈每月运动600分钟 送商品礼券 随着疫情缓和 口罩禁令放宽 户外活动增加 卫生局也鼓励民众一起健走爱上运动 举办竹县爱运动活动 强健身体还能参加抽奖 我们新竹县是很爱运动的县 那我们卫生局就要办理竹县爱运动的活动 那是从今年3月到7月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能够去走路 健走或跑步这些项目 那我们现在如果个人有运动习惯 那对慢性病的预防 都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说 个人养成运动习惯 也能够推动到社区的校园职场 根据统计 全球25%的成年人 和八成以上青少年 运动量都不足 加上疫情影响 抑郁症和焦虑症病患增加了25% 鼓励养成每天运动习惯 卫生局3到7月 举办竹县爱运动 提供400个名额总奖金12万 不分年龄 宪明都能参加 其中个人组免事先报名 只要每月健走达20万步 长者每月运动时间600分钟 学生每月跑步32公里的 都可以下载手机内建运动APP 把健走步数截图上传活动网页 每月抽出80位幸运额 送300元商品礼券 主要有三大类对象 如果你完成 我们的一些指标 都可以来参加抽奖 每个月都会抽奖 都可以抽到300块的礼券 那这三大类就是 像我们一般民众 就是一个月能够走20万步 那如果是长辈 长辈我们是一个月 你如果能够走路600分钟 都可以来 那另外学生当然他活动力 比较好 就用跑步的指标 要大家一起爱上流汗的感觉 活动持续到7月 每月达标者 月月都能参加 迈向疫后新生活 掌握健康人生